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如理》 我是今集的節目主持人Carmen 當然少得的還有身邊的元醫生 元醫生,你好 是,Carmen好,大家好 大家好 對了,元醫生 上一集我們講到粗屈症 今集本應要接著下去繼續講 但是我們剛剛收到兩封比較緊急的聽眾來信 或者我先讀一讀,然後由元醫生解答先 是的,我先處理了 始終我們都盡量讀者的問題 我們都是先給我們的所謂的priority 我想都是先討論一下 因為很多其他的資料是沒有時間的迫切成的 我盡量今天我們先解答一下我們的聽眾的來信 看看這次的問題是怎樣的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封來信 是由一位叫May的女聽眾聲音來的 她說先祝元醫生一年工作愉快 心想事成 她現在四十多歲 在二十多歲的時候 經常感覺到外陰痕癢 晚上臨睡時候的小便總是覺得去不清 當時外陰痕癢 但因為不是很嚴重 所以就沒有理會了 直至大約十年後 三十多歲開始 就發覺癢癢的次數越來越多 有時候要用手去拋才會覺得舒緩 因為經常用手去拋 令皮膚損 然後去藥房購買很多含有類固醇的藥膏去塗 但情況只可以視好視壞 沒有醫好 而間中也會去私家診所看醫生 醫生當時表示可能是因為唸豬菌而引致 於是又會間中塞藥膏、塗藥膏 亦會塗凡士林去保濕療士 但恆養這個情況仍然沒有改善 直至2008年有一晚 這位聽眾誤用了一些非綿質的衛生巾 即是膠面 她發覺出現敏感的情況 那一刻她即晚已經覺得下陰非常劇痛 早上立即去看普通的細衣 但細衣完全看不出陰柔 只是等她的月經乾淨之後 醫生就在她陰中拿了一些分泌物去化驗 但她說報告出來就說沒有異樣 然後就將她轉介去看皮膚科 在這個時候聽眾就表示是她的惡夢的開始 她的外音不單是恆養 而且這種恆養變成好像被針刺在皮膚的感覺 而且那種刺痛是會走動的 即是會不停變換位置 由前庭直至肝門都有針刺的感覺 而且皮膚開始經常很乾、很緊 令到她很困擾 這種恆養尤其會在晚上出現得特別嚴重 而且經常都會覺得小便是去不清的 令到她整晚的外音都不斷被小便刺激而感覺痛和恆養 而且會不停覺得急 很想再去洗手間 變成了整晚的睡眠質素都很差 而且她的外音只有在可以保持得很乾爽 和沒有耳脈刺激的情況下才可以保持舒服 例如你不停塗水份、凡是軟的 都不能舒緩 一定要保持皮膚很乾爽 她現在很擔心自己是外音癌 因為2009年去過某市街醫院做外音活組織的化炎 得出來的結果是外音硬化抬鮮 醫生表示這個病會令病人感覺很恆養 只有塗類固醇才可以舒緩 而且由於免疫力問題 西醫說是無法根治的 於是她只好根足指引 塗了一年類固醇 期間仍然是一時好一時壞 完全沒有改善她的病情 也沒有太多人明白她這種感受 因為她的病是很少有的 她近期唯有只好用椰子油去滋潤皮膚 她說用了椰子油之後 的情況確是稍微改善了一點 這位病人想請教袁醫生 不知道同類療法有沒有方法 可以醫治她這個外音病呢? 而且伴隨半症療頻這個問題 有沒有方法改善呢? 因為她不想每晚都睡得不好 另外想向袁醫生請問 如果來我們診所看醫生的話 我們到底是採取什麼治療方法呢? 她很希望袁醫生為她解答一下 這位聽眾的來訊所聚述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 在我們診所裡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裡 絕大部分的病人都是這種背景而來的 什麼背景呢? 通常有一個問題是困擾了很多人 都搞不定 好像這位聽眾 她已經從二十多歲開始 已經開始有些表症出現了 外陰痕或者陰道痕、尿頻 到三十多歲開始去處理 經過很多很多方法 到今時今日 問題是越搞越差的 這個是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裡 差不多是典型的病人 通常都是這樣 搞到一坨東西了 搞到不行了 知道有上下辦法 我們如何處理呢? 當然我們都盡量尋求那個 所謂斷症 Diagnosis 這位聽眾都有提及 有位醫生懷疑 可能是念珠菌 這個機會會較大 我在現在的表面資料之下 我覺得念珠菌這個機會是最可見的 最大機會 因為一般是陰道炎 屬於一種陰道炎 陰道炎裡面 有些是細菌性的感染 也有些叫做trichomonas 一種陰道炎 一種寄生蟲的引發 念珠菌 但通常在細菌感染 或者是有 我們叫做trichomonas 一種單細胞的寄生蟲出現 通常都會有少少分泌 有異樣的分泌 或者有微的分泌 但是聽聽聽聽眾所聚熟的情況 它似乎是分泌那方面 不是主要的 就算是念珠菌也好 通常我們看到一些分泌 都會看到一些好像癡屎 這種奶白色的分泌 通常會很癢 但是呢 念珠菌型的陰道痕 很多時候是沒有分泌 起碼有38%的病人 只是癢完全沒有分泌 所以我估計 最大機會 都是跟念珠菌這個問題有關係 雖然這位聽眾 都曾經去試過不同的方法 最終採用濾固醇 這個濾固醇 可以這樣說 是這麼多種醫療的工具裡面 是最差最危險的 我們很多很多病人 本身的病應該是不難醫的 但是因為長期用濾固醇 是將皮質的質素徹底破壞了 於是乎是更加難處理的 就像他現在說的情況 就是那個臺腺是Lyken Lyken的厚跡變厚了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都是因為雷固醇的副作用 破壞皮膚的表層質素而導致 所以除了我們要處理 他本身身體底質的問題之外 我們都要處理那個雷固醇 引發出來的皮膚後遺症 我相信這麼多種方法 這位聽眾士 其實最正確的就是最近用椰子油 至少這是一個滋潤性的 還有一種說法就是 我們皮膚是一種吸收的器官 其實什麼膝蓋皮膚都會吸收 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 我們塗在皮膚上的東西 最好就是能入口的東西 是 即是不能入口的東西 就不要塗在皮膚上 因為會不斷地來吸收 所以起碼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相信用那個椰子油 是最正確的方法 起碼保濕著 支援自己皮膚 起碼給多些時間 始終時間就是一種 最好的治療工具 有時候你身體是一直想辦法 處理自己的問題 所以當然 椰子油只可以在表面方面 起碼不會有破壞皮膚的後遺症 但是真的正正要處理的時候 都是要處理裡面的問題 那什麼導致這類的問題 即是念珠菌呢 其實念珠菌很多時候 都是跟我們身體的免疫能力破壞 那麼最容易導致念珠菌那個 我們叫做系統性的念珠菌 扮念珠菌的症狀是賀爾蒙的改變 因為可能吃了鼻孕丸 或者用過鼻孕丸 或者是用過抗生素 將那個身體那個 就是體內長度裡面的抑菌 全部搞亂了 破壞了 令到念珠菌增生 為什麼呢 念珠菌是所有人都有的 即是不會有人說身體沒有念珠菌 只不過呢 它的數量和你的身體 可不可以與它共存 所以很多時候 免疫問題就是 你的身體那個免疫能力 令到那個念珠菌 可能正常數字的念珠菌 都產生了所謂的症狀出來的 所以在念珠菌的處理 很多時候 就一尾去殺念珠菌 通常是沒有效的 相信這位聽眾都說過 曾經以前的醫生 都懷疑它是念珠菌 可能也肯定一下 都給那些念珠菌 很大機會當時醫生都用抗生素 但抗生素是導致念珠菌的其中一個原因 三大原因 是荷爾蒙、鼻孕緣、抗生素 和第三樣的就是雷固醇 有些人吃了雷固醇之後 身體的免疫就被控制了 即是抑制或者破壞了 因此就開始導致身體這方面的增生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長期的這些陰道衡量 可能也都反映其他的症状 也都可能是因为糖尿病 也有一种叫做Cussion's disease 或者是爱迪生病 这种是一种身体的荷尔蒙那个问题 那个肾脏腺素的问题 或者甲脏腺过高或者过低 甚至乎是白血球血癌 都有机会会导致这些问题 其他方面就是说 我实际上所说 很多的西药、抗生素这些东西 在处理手法里面 我们的重心 起码在我的诊所里面 我们就会处理食道 因为食道的菌 是会令到我们身体 可不可以与念珠菌产生平衡的状态 所以在我们的医疗里面 我们会用很多着重点 在那个长度方面 我们可能会用抑郁菌 最简单 最直接是抑郁酸菌的抑郁菌 大量的抑郁菌 我们也有些工具 是一种草本的植物 是被它吃下去的 就是一种口服的方法 目的企图都是将那个体内的那个念珠菌去处理了它 那工具里面呢 简单来说 比如大蒜 大蒜本身都是对过年珠菌 本身是有帮助的 那草药方面呢 我也都有种叫做 Golden Seed Golden Seed 我叫Hydrace 或者Oregon Great Roots Barbaros vulgaris 这一类的东西都是一种草本的问题 就是植物除了可以抗菌之外 也都可以加强我们那个免疫的能力 那当然了 离不开就是那个茶树油 TG oil 那如果在当时呢 我相信呢 这位听众可能有机会自己都用过一下的了 那维他命E内服或者外茶 都应该是会有帮助的 好了那除了用这几个工具之外 我们都会用同类疗法的 在我的经验里面 同类疗法是差不多 是一个最主的工具 还有应该是成效会是最高的 那当然同类疗法里面 我们就不是两三个疗剂的 在那个处理那个阴度痕 就是说的阴度痕这个症状里面 我们都有成十几个疗剂的 就是过去经验上呢 是可以处理得到的 那当时呢 我们也都知道呢 就是有些什么伴症呢 是吧 他那种痕呢 有没有伴想好灼烈那种问题呢 如果有灼烈的问题呢 我们会考虑呢 就卡雷连变啦 sulfa啦 Ertica urine啦 就是卡雷连变等 就是这些就是个名来的 就是同类疗法的药名来的 都起码呢 如果有半有 浸鸡 热的感觉 热的感觉 那如果可能 会不会是因为 跟那些 跟那些寄生虫有关呢 或者是 如果是呢 我有两种疗剂的 都是同类有关的 那就看一下呢 这种症状呢 会不会在那个怀孕的时间呢 会特别特别厉害一些呢 那如果是呢 那我也都有几种疗剂的 包括卡雷连变,Ambrosia,Colonsonia,Sepia的蜜蜜汁 蜜蜜汁的女性经常用的 那会不会是跟我们那个小便那时有关呢 如果跟小便有关呢 那我们也会有两种主要的疗剂 Ambrosia和Cryosotum 这些只不过是那个药的药名来的 听众未必听过 但让你知道呢 了解到呢 其实在我们的治疗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是要考虑很多的疗剂的 就是不是一只疗剂就是这种症状 那所以呢 我们通常呢 都是需要很详细呢 去就是拿个case 我们所有的病人呢 都会先首先呢 就可以download在网上 download个form 那大概有成九页子的 那自己先先 就是首先呢 将那个资料呢 尽量是写下来先 那么我也都需要一段 就要一个 起码一个凌钟头的时间呢 去拿个case的 那同类疗化是我的 基本上呢 我是会一个主要工具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首先呢 就一定要将个本身的问题 要要处理到它先 那当然呢 那个尿频呢 也是一个要处理的症状啦 因为已经导致 这位听众呢 就是晚上呢 就常常都 睡得不好啊 那安压疗啊 阿基都不圆啊 那这样 那所以呢 我会在同类疗化呢 就会考虑一下 就是一个整体的资料之下呢 考虑呢 我们是用什么 用哪一种药去处理它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用一些是针对性的药 就是主要的症状 在那个阴道的症状 和尿频的症状 也都有时候呢 我们会整体的 就是因为背后呢 就是它会形成 它是墨鱼汁的形的女士呢 那我们就会考虑用墨鱼汁的 那墨鱼汁是一个 荷尔蒙 就是很常用的 荷尔蒙失调的疗质 也都有时候叫血虚 就是有时候用了些什么的工具呢 消炎药用得久呢 皮肤就变得很虚的 然后就变得血虚应 那有时候我们就会用 物预测这个疗剂处理这个 那所以呢 这位听众问我们 我们会怎么做呢 其实我们主要都是 会用痛苦疗法 会考虑 可能有几只疗剂 是不同的时间 要用 要配用的 那当然了 在饮食方面 如果大家 如果我们假设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 脸猪菌的问题 但也都有一个很大机会 是一些食物敏感的 是 那如果我们 感觉上食物敏感的机会大呢 那我就会帮我们病人 是做一个食物敏感的测试 那用 有时候用刺手指 或者有时候要抽血的 那就了解到呢 有没有机会呢 是食物敏感 或者环境的某种的敏感 是导致这个症状的 那除此之外 怎样都好呢 我们都要尽量要求病人 在饮食方面呢 要作出一个适当的调节 那是第一 就糖的东西没有吃 因为糖的东西呢 是氧菌的 是氧炼猪菌的 酒精啊 精炼的淀粉质啊 白面粉啊 那种精炼的食品呢 那个淀粉质 尽量不会用啦 那我们通常呢 就叫它吃多些乳酪啦 是不是 那吃些很质素的乳酪 或者直接呢 是用那个那个 那个胡乳酸菌 那个 那个 capsule 膠囊 因为一般的乳酪呢 说真的来说呢 那个 那种菌的那个素量呢 不会多得哪里了 是不是 始终储藏了这么久 那我也都会用 可能用一些 清洗的方法啦 用boreic acid 那个磐砂呢 就来到呢 就是清洗那个 那个阴度都可能的 那 所以呢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饮食那方面呢 我们要 就是会要要要要要注意到的 那所以简单来说呢 我用 用适当的 对的同样的疗法 就是一系列的同样疗法的疗剂啦 那加上呢 是调理的腸胃啦 很大机会呢 我也都做完洗腸的 因为洗腸呢 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 就是 调理身体的毒素内聚呢 是洗腸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 那所以 很大机会呢 我就用洗腸啦 或者用体质水料啦 那这个就是排毒 就是 血液的排毒啊 神经系统的排毒啊 大腸的污胃的排毒啦 那再用一些食物啊 这一群呢 是将它身体的内在的环境 腸道的环境呢 是正常化的 跟着呢 就配用同类疗法的疗剂 是 就是我们要处理这类的症状呢 其实我们过去一条都处理 都不少了 虽然我们的诊所呢 就很少说只是专 就是专做哪一样东西的 有时候有些人问我们 我们这些什么病多啊 其实呢 如果你这样问我们 不如你说我们 我们哪些病不医啦 其实我们什么都有的 由头顶脱头发 脱头啊 全身毛髮没了 中耳炎啊 眼的问题啊 古年精卦的眼疾的问题啊 然后就是 就是叫做style啦 那些生眼挑战 那些不是普通生眼挑战 我们那些生眼挑战 开过几次都继续生过 就是我们处理的 全部都是这一类的 鼻敏感啊 然后口腔 的问题啊 不断的生唇疯啊 皮肤问题啊 然后脚脚的 然后脚脚线啊 过高啊 过低啊 然后心脏的问题啊 其实去到指甲 然后指甲到肉 然后到肉插指甲 其实我们什么都 什么都 大部分啊 接近90%呢 都是一些所谓 疑难习症 就是人们看不到 其实在我的经验里面呢 可以这么说呢 但是用药物 用西药的医疗方法呢 其实大部分呢 都是指标不指甲的 所以我也会觉得 能够用西药医好的病呢 通常都是自己好好的病而已 如果靠这些这样的化学药物 治得好呢 基本是机会是好少的 好好味 好啊 袁医生啊 那好像这位听众这个病情呢 一般用同类疗法的话 我们的治疗时间需要多久呢 就是我们的用的方法呢 就是用多方面啦 是不是 那我们的一简单的 我叫 rule of thumb 就是说呢 我们用十分之一的时间 就是如果你病了十年呢 你给一年的时间啦 是 如果你病了二十年呢 给两年的时间来到 就是 就是 调教 就是调教 就是调教回身体啦 因为这些不是一个功能性的病 这个 当然呢 也不是说一个结构性啦 但是这个是一种身体的体质的问题啦 那体质的东西就不是说三两下手势可以搞得定的 那不是说要一两年之后才开始好 只不过呢 你要巩固治疗呢 是需要时间的 那通常来说呢 在初初一个月里面呢 都很大机会呢 症状已经会大大改善了 但是很可惜啦 就是我过去也都遇过很多这个情况啦 很多病人呢 就是可能 早期呢 当个症状控制了很多之后呢 他就以为就没事啦 那跟着呢 他就停止再来看啦 那半年之后呢 发现呢 他的病呢 是再爆发到不可收拾 尤其是癌症的病人呢 我们有时都遇到这些问题 其实挺可惜的 就是这些人呢 对那个身体的那个 那个治疗 那个身体的本质呢 是可能那个认识不够 那很多时候呢 都是看表面的症状 那如果身体的本质好呢 其实真的需要时间的 好 好了各位听众 第一节的时间呢 话这么快就到了 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再谈谈啦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均3w.h-e-a-l-t-h-s-h-o-p-dot-com-dot-h-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是的 医生我们还有第二封读者的来信 第二封信是一个没有署名的男听众 这位男听众今年说自己是29岁 在大约7年前患上了阴郎养这个病 因为这个病误用了瘤固醇药膏去止药 亦看过皮肤科医生 医生同样开放一些含有瘤固醇的濕疹膏 他用了一段时间后 就发现原来是瘤固醇的副作用 令到皮肤发炎和变得很痕痒 他之后已经停用了瘤固醇足足五年 阴郎虽然不再发炎 也没有再出现痕痒 但他发现阴郎的皮肤出现萎缩 而且变得很薄 而且发觉自己的血管没有了弹性 就想问一问医生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他改善皮肤变薄这个问题 还有他说现今有没有科技 可以因为瘤固醇导致皮肤变薄之后 令到可以回复回复正常 另外也想问自然疗法 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改善皮肤变薄这个问题 还有他发现自己查了瘤固醇在阴郎之后 似乎对他的性欲有些影响 他就想问一问医生 其实瘤固醇会不会影响高院的呢 会不会令高院萎缩的呢 因为他发觉他勃起出现困难的情况 还有体重越来越严重 变成肥胖 因为他以前是很瘦的 他怕因为他以前长期服用瘤固醇 影响了他的男性荷尔蒙 他现在内心有点自卑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阴郎皮肤变薄 不敢认识女生 有时有些自杀的念头 他很后悔自己暖用药 他唯有一时的指养的问题 搞到他现在的情绪受到影响 还有也影响了社交 希望袁医生可以帮他解答 这么多年来这个烦恼 这个问题其实都多久 都很多年了 是呀 六至七年了 六七年历史 但是他已经停用瘤固醇五年了 很明显 现在我们这位听众所面对的问题 其实都很多方面 表面上就是因为阴郎的皮肤痕 处理都不好 又是用瘤固醇 因为瘤固醇是一个很奸绕的药 因为一般的情况 你用它是很快即时生效 起码在含养方面 在消炎方面效果是很快的 应该是比其他我认识的工具 这个问题就是这 因为一般人都是贪快 这是很正常的要求 但是瘤固醇的问题 就是治病不治管 还有它会破坏你的皮肤 因为瘤固醇在我们叫做 在淡的平衡 叫做nitrogen的balance 它是会破坏多个建设的 所以很多人用瘤固醇会发现皮肤越来越薄 好像有一种干薄的那种感觉 甚至是有透明的那种感觉 我见过有些病人 是五十多岁的 那它用瘤固醇 就是用了这么多十年 很久 你看它不单止皮肤破坏了 它皮肤下面的肌肉都萎缩了 所以因为主要是瘤固醇 在蛋白质的平衡方面 它是淡的nitrogen是negative的 就会不断地 长远来说会破坏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面对这些情况 真正正正困难的地方 就不是本身的病 本身的病 如果你当时懂得用 我们的正确的自然医疗 和瘤化 我相信是很容易解决得到的 但现在我们面对 就不是这么简单了 它已经在结构上 皮肤上已经破坏得很厉害 这件事是需要长时间去调理的 还有加上因为这个经历 这个病人在情绪方面 已经开始有影响 你觉得那个自卑感 还有自杀的倾向 性方面都影响了 这个瘤固醇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呢 是有的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 就练大脊 练肌肉举重 就很多时候是用了那些瘤固醇的 发现这些人 在那个表面的身体 就好像很健碩 很男性化 但是那个身体的性器官方面 是反而萎缩的 所以瘤固醇 在医学上已经知道 对我们那个性器官方面 是有不良的影响的 那会不会导致他性无能 不举也都有可能 但当然这个问题 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那处理的方法 也有其他的有些工具 或者营养方面 在这方面是可以帮助得到的 好了 那变成我们要面对的 就要整体了解这个病人 就是他为什么会 这件事令到他这么自卑呢 为什么会导致他 会有这个的 所谓自杀的倾向呢 那这个是我们 我们在找那个 比如疗剂那方面 如果我们只是看看 那个阴挪痕 我们都有成150个尿剂 哇 那所以呢 我们真的要考虑了 那其中呢 在阴挪痕里面 一百几十个尿剂 是主要 就是我们叫大的尿剂 就是他过去经验上 是很多的 其中有一种叫做Orum Orum是黄金 即是拉丁文的黄金是高 Orum的一个很重要的情绪症状 有自杀倾向 那好了 那变成我们 当然我们需要多很多资料 也都需要我们病人 填一份九叶子的问卷 那我会考虑 他现在的重心是否情绪低落 如果是情绪低落 有自杀倾向是很严重的时候 那我就先要砸紧 就是要起码处理了这个重点 就是重点 那Orum呢 就是在我们这么多尿剂里面 Orum就是其中一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要面对 要考虑的尿剂 其实都很多很多的 那我只是说大的尿剂 Orum Carponium Sulfate Costicum Croton Tea Glifidus Carrie Carb Nature Meal Nitric Acid Petroleum Rootstock Sulfur 那这些是 Ortical Eurone 这些是说是大的 差不多是 过去治过很多这类的 就是成功治过很多这类的 那小一点的都有很多 加上一百多个尿剂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时候 有些人就 一看自然医院或者看同学疗法 其实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不利之处 就是很多人都希望你 发快手手 就是立刻对症下药 但是在同学疗法里面 尤其是对慢性病 就是我们急症 伤风感冒 那些流感 那些很快的 我们可以跟西医 这样五分钟搞定 但是如果你没有被药搞过 这个症状是明显 清晰 其实有时候我们五分钟一个病 都可以处理得到的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说的是 一种慢性的问题 以及已经变得复杂化 就是症状已经开始有情绪 精神状态都有 那我们配合的时候 就要花很多精神 很多时间的 那你会不会好呢 其实当你一日生存在 你的身体都是企图治疗自己的 只不过你一定是 最重要是将本来的问题处理了 那本来的问题 有很大机会 这种阴狼痕 可能很大机会是一种湿疹的 OK 有一种湿疹的 那这种湿疹 通常有些红的的 的疹疹 又干 又脱皮 那间中可能就会有少少 液体滲出来 那可能痕得很厉害的 那这些很可能呢 是跟一些某种的食物或者某种物质敏感 都有机会的 那所以呢 我们都会 可能呢 都会跟这个 和我们病人呢 是做一个食物敏感的测试 就是尤其是 很多时候呢 我们遇到一些症状呢 是糾纤不清 又没有什么其他 明显的解释得到呢 那我们都会考虑呢 有没有可能是食物敏感 那如果我们发现呢 这个是 就是 有机会 他们会做一个这样的食物敏感测试 那都是用手指的 或者要在试验室里面抽血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Scapes Scapes Scapes是一种 差不多一种塞的 那这种情况呢 它的阵形呢 就有一点点红 就是凸出来的那些粒状 那开始就有这些泵 就是这些小小粒的 那些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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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凸出来会变干 也会有皮舌 那有时候呢 可能呢 会退色的 可能你的那个 环柱呢 就可能有些颜色 是浅了的 变了灰灰 浅了色 或者有些 有时候呢 可能有些 就是 红红的 一种这样的 线状的 的 的表现出来的 那也都 当时呢 也都可能很痕 那它痕痕的地方呢 可能呢 会蔓延到 是那个肛门 手腕 夹垃底 或者手指 和脚指之间 那这些情况呢 都可能是一种 scape 就是我们尽量呢 希望呢 是了解那个 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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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因 或者diagnosis 做了一个正确的诊断 那 虽然是这样说 那在我们和疗法里面呢 我们医病呢 除了我们要诊断之外呢 我们也都要了解 那个整体的那个 那个 症形 是很重要的 那和疗法有一个 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呢 有时候我们处理的病的时候呢 虽然我们未必清楚了解 到底是那个 那个症形 是什么 病名 是什么都好 但是我们只是 拿到 他的症状 那个病人的本身 那个病的症状 或者病人本身的精神 情绪的状态呢 或者那个病因 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找到的 适当的疗剂呢 是帮他解这个结的 在同一个疗法呢 我们经常说 是帮他解一个 一个能量结 那很多时候 那个病人的 那个问题呢 那个在 深层的 或者高一点的层次呢 其实呢 是不是一个 肉体的细胞 或者组织 那么简单的变化 是我们身体呢 有一些情绪 或者一种能量结 同一个疗法呢 是不折不扣呢 是这方面呢 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 那也是呢 那你说要 有时候也会问 就是用多久的时间呢 那我也是需要 妥长的时间 让身体自己维修 就是 治疗呢 是自己身体的 我们只不过是 将你身体 妨碍你復原的障碍 帮你消除 以及是推动你身体的 復原的 康复的能力 的力量 那当然呢 有些人的体质 康复得快些 有些人差不多 因为体质已经很差了 或者已经是尾期的时候 那他復原的时间 会久很多 那我都希望做到 我们这些人 我们一般人 应该可以无疾而终的 就是不要想着 一定要病死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 是一个境界 就是一个人 好好地 起了身 坐下 没多久呢 就去了 那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 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这样去 大家都想 大家都应该可以这样做 不需要那么辛苦 那当然 我最近也看到 我们马拉松 是不是 我最近马拉松 有些人就出死 那又很有趣的 他有提出 那些人会问 那那需不需要 要求那些参赛者 拿个证明 就拿个证明 我告诉你 是没有用的 是的 我也觉得 因为从来 如果西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知道 哪个人会有事 哪个人会有事 那是死的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 预测知道得到的 那在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 马拉松赛里面 或者Jogging 那个历史上 曾经有一位 很出名的医生 是西伊的Gym Fix 那他呢 是很提倡 那些人呢 就做 就是长跑的运动 是 那写了很多书 是一个很出名的人 结果没多久呢 他自己呢 在长跑里面 突然之间死亡 死亡 那所以呢 他自己是西伊 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 写了书的了 是吧 那结果自己也是 補一声就出死了 是吧 那所以 呃 就是不是我们一般人 以为呢 医学界呢 是一个那么 就是那么清晰 那么科学的 其实完全不是一回这样的事 所以我肯定呢 是 不会要求这样做 如果你要求这样做呢 是会不会减低一些风险呢 我相信不会减得到的 因为呢 第一 你看那些人呢 是年轻的 就是你要他做什么 就是用那个 用那个 运动心电图 去做这些 stress test 嗯 在我国做过很多研究 这些这样的 test 是无用的 那一头说你没有事 那一头出街就 死了 所以这些 我们经常对这些医疗方面呢 我们的所谓 科技的医疗呢 是很多些 是一个好像当 其实是蚌上的那种宗教 嗯 其实在科学上呢 是完全是 他就是 做不到些什么 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呢 他们不会推药这种东西 如果是呢 是很麻烦 几晚的人去看医生 我想香港有些什么医生 有自己站出来呢 他都可以说出来 这个人跑得不会死 没有这种医生 也没有这个 knowledge 在那裡 那发生什么事呢 有些人说 我经常有隐蔽 隐蔽的心想 是啊 真的 这个东西讲但又没有讲 是吧 你怎么隐蔽呢 还是你不知道 是不是 其实很简单 我们还是这样说 是啊 人性 其实呢 他们从来不肯说 就说呢 根本很多问题呢 是我们身体的那个营养状态 身体缺乏一些很基本的抗物炎 尤其是magnetium OK 这些时候呢 是不足的时候呢 你用盡的时候呢 突然那个心脏呢 就会出现收缩 之前的 那这个是导致原因来的 所以根本真正要主理呢 在那个营养方面呢 抗物炎方面呢 是补充多一点 是吧 不是吧 是吧 但是呢 当然呢 他们一定不会将这个 这套的真相 告诉大家 的 Gym Fixer 是一个这样的西医 他很推药 自己有身体力痕 自己就薄一声 很年轻的嘛 五十多岁 自己就在心脏病 在跑步的时候死 所以那个重心呢 就是大家真的要享受 这个东西呢 除了你拼命练拼命练 拒续自己之外呢 那还有一个东西呢 在营养方面 要做得好一点 那这个就真正正正可以避免 你突发性的心脏病的出现 那好了 那到底这些这样的长跑 是不是对健康好不好呢 老实说是不好的 哈哈 是非常之不好的 我记得其中有个选手是 跑到肺出血 那这个就是 因为你是 因为你是 谷得太厉害了 那什么都可能 那也有些人 会萎萎血疗 因为那个 那个神呢 萎萎萎萎的厉害了 其实是 说真的来说 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那有什么这些长跑 结果很长手 是很少的 可能很短命 撑到那么行虚 是的 没错了 那什么情况之下 你会这样跑呢 就好像被人追杀 是吧 那你自己想想 你经常被人追杀 腎上腺素的薄命地崩出来 那你身体产生出来 都是很多毒物来的 嗯 那所以呢 这些这样的运动 基本上 不是一个对健康 是没有帮助 而是对健康的损害 不要说你的关节 很多人做这些运动 关节就磨损了 是啊 其实真正正的运动 其实是很简单的 一般的一个步行 快速的步行 那现在最近 我都在电台 跟大家分享过的 身身正正有效的运动 是很短的 六分钟 八分钟就搞定了 哈哈哈哈 不用拍马拉松 是的 不需要 哇 八分钟来 吹自己的命 是全是 根本是一种 怎么说呢 其实很多我们 看到那些运动 什么足球 哥尔夫球 啊 网球 其实是一种 一个 business 来的 一种大生意 哈哈 看很多人看 用钱 赌钱 对一个市民来说 根本是完全无益的 但始终我们 在这个所谓商业的社会 很多东西都被利用 作为一种商业的工具 跟我们的市民的健康 完全是无关系的 那么 真正正的运动 其实呢 我以前都说过 是几分钟而已 嗯 就在几分钟之后 你什么都好 你或者用跑步也好 或者用摇单车也好 游泳也好 你去到尽 嗯 你去到可能呢 是一分钟去到尽 一两分钟尽 跟着又放松 跟着又去到尽 跟着又放松 用这种这样的形式 推足身体 大概是几分钟而已 六分钟八分钟 一个星期做它两三次 其实这个身体 就是运动的效益 其实是把全盘的 就不需要在一起 催生地去做一些那么辛苦的 去做肩膀 做健康 去继续这样去继续这样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是这个饮食 你吃些什么呢 是似乎你的身体 有没有肌肉 就不是呢 是硬硬去练 很多人是练练练练练都不会有肌肉的 所以背後有很多其他道理 將來有機會我可以和大家詳細分享 袁醫生 趁著還有少許時間 不如我們解答多一封比較簡單的來信 好 有位樂先生問 他太太在早兩年做身體檢查時 發現肝臟有血管瘤出現 而每年去身體檢查時 發現這個血管瘤有真身的情況出現 但西醫表示沒有即時的生命危險 只需要固定每年去做身體檢查 和監察就可以了 在這裏想問一問袁醫生 在治療法和不同類療法裏 對於上述病症有沒有可以醫治的方法呢 因為這位聽眾覺得 血管瘤也是病症的一種 如果不理會他只是進行檢查 難保日後會有惡化或者引致生命危險 希望袁醫生可以幫到他 袁醫生 你有什麼意見給這位聽眾呢? 血管瘤為何會有些醫生說 你不要瘋了現在也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功能上干擾著他 通常叫他不要理他 其實原因是血管瘤是很難醫的 在醫學上、西醫學上 西醫通常我叫做踏橋 或者建一個支架的 大家都聽過了 香港也有一位很多人都知道的議員 他在腦袋裡有血管瘤 總之起碼血管膨脹了 他也很多時候有頭痛 他也有症狀 經常頭痛都很厲害 因為血管膨脹了 但他也選擇不敢動他 因為他自己的家人也是醫生 他也知道這些手術是可大可小的 通常他只能做 我們叫做支架的TEN 即是去固住他 加個RING去固住他 其實這種方法的效果是很差的 起碼在我們血管方面 其他人是做過的 那個成效是不佳的 即是不應該去做這些 我也遇過一個朋友 中風年紀很輕的 即是五十多年紀 不是很大年紀 就昏迷了 發現他的腦裡有很多血管漏 即是這種問題 血管膨脹 於是他安排了他 家人要他做手術 有三、四個醫生參與 那我一聽是公佳醫院 三、四個醫生參與 那我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十集醫生 需要十集 這些年紀輕的 有這樣的機會做 不是很多的 那我知道 其實醫生需要十集 我都勸他不要做 即是你治療他 即是用其他方法治療他 雖然他人都進入了醫院 結果就是沒有聽我的話 一做就裹身了 那我也有另一位病人 那他有一種症狀叫做 Marvin syndrome 即是Spiderman 他人長長瘦瘦的 那這種人的人 血管是很多些 畸形的血管 即有種膨脹 原來的血管 有些人心痛得很厲害 那其實呢 當我血管膨脹施裂 其實會很痛 那醫生檢查了之後 是教授來的 檢查了之後 覺得他就 你應該做些事情 我去做手術 幫你手術很長的 要很多個小時的去做 那他就來到我那裡之後 那我也分析給你聽 這些手術是一個 很危險的手術 根本是在做實驗的 即是教授都需要研責 那結果就 我說你不如 用我的方法試一下 但他沒有聽話去做手術 結果就 現在就砍了獎床那裡 即是一個好地底的 很出名的音樂人 然後就砍了在那裡 那就是說 其實我有很多好工具 尤其在同學療法裏面 這些血管瘤有幾種療劑 即不是太多了 有幾種療劑 就是Jude Annika Nexel 還有Kell Fleur 這些幾種療劑 那是可以嘗試一下 是吧 即是沒有所謂的 可以是可以 不行才算 所以我們是會用同學療法 用內科的醫療 在同學療法歷史 很多醫生 都是採用這種 即是用內科的同學藥 去醫生 所謂外科的毛病 你在這麼多種療法裡面 同學療法是你最強項的醫療方法 那我想問呢 如果我們對同類療法是覺得很感興趣的 在香港有沒有什麼學習渠道 可以接觸 很多人都問我 我記得過去都有人問我 會不會教 是 其實我已經都考慮 就是鄭仲考慮 我會開始會教 但是呢 我也都想知道 到底有些 外面有些什麼人 想怎樣學 那大家可以想 我這麼忙 我最近才做好了 有一個調查的 那我想知道 你們上去 我會問你們 即是你們想學些什麼 什麼形式才學 即是你會想著 即是周日的 下午晚上學 還是周末學 你的英文程度 始終英文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有這個網站 就是naturalhealing.com.hk 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想有興趣學 就讓我們知道 即是我們現在都已經有 我們真的都不夠一個 一個多星期 都有幾百人說什麼 想學的 那我就會考慮怎樣 用什麼形式 那我們都會做個連結 即是我們在這個網站 如果你想學同學療法 那我就會幫你直接去到那個調查那裡 那調查之後呢 我會再安排 即是要什麼形式 是教大家同學療法 同學療法呢 是全世界第二大醫療 我都是 我經驗都相當好 我一九八二年開始 就學到同學療法 是 在中國人裡面 我相信都沒有誰 有這麼長的經歷 經驗 在用同學療法 是值得學的 因為 因為效果是最高的 以及最快的 最安全的治療工具 是 好了 好多謝袁醫生今集為大家講解了這麼詳盡的醫療資訊 今集的節目時間有多了 真是好多謝袁醫生抽空為聽眾解答了這麼多內訊 各位聽眾如果還有任何意見要表達呢 可以去到原網台的討論區留言 多謝各位聽眾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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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